大自然用畫筆給瘦山石附加了這麼多的色彩 從而石農從他山體裡挖掘出來 後面又進行了一輪新的加工 再來就是藝術創作者把他的個人的智慧賦予了這樣子的一個完食新的靈魂 它是一個材料的一個歷史也是一個人文史的一個過程 它其實從最開採的原始開採出來我們要進行一個先整形 後面打大胚小胚再到修光磨光 形一定要做準確的再往下面走 大型如果不對後面刻都是浪費工 今天這個怎麼樣 好難啊 瘦山石雕是一個非常要有耐心的一個工藝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就是咱們這個瘦山石是我們福州獨有的嗎 它的產地呢就是在我們的晉安區的瘦山鄉 從我們最早可以從墓葬出土來確證 在南北朝雕刻的更多都是動物的陪葬友 那也就是說相當於咱們這個福州的匠人 從一千一千五百多年前就開始有這項技藝了 是的 從以前很多中原地方流過來的那個難民 就到了這個冥地 他們會把自己對於生活的期盼也好 或者這些生活相關的東西進行一個雕刻 看吧 現在的您可以拿一個很漂亮的工作 瘦山石嗎 瘦山石雕刻一長的藝術 更是五千五百年 藝術人將含孤洲燒造造成的藝術 另外,瘦山石雕刻一長的藝術 也就是另一種更有最切的 全體的中文化 通過對於此 這個不僅是一個大业的大業者 營造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